上課介紹完就用MT-4做BAT-TEST 今次介紹就是用MT-4做一些优化 例如你一個EA,其實裡面有些設定 究竟哪一個設定才是最賺錢,又或者最安全呢? 我同樣用Moving Average的EA為例 你最主要選擇Expert Properties 你會看到,在Input這一頁 這一堆東西就是我們要做的設定 如果你要去做Optimization那項 你就在這裡打一個Tick Tick了就會行 行就不會行這個Value 它就會行Start、Step和Stop 2、3、4項 那是什麼意思呢? 例如開始就是 由5開始,試到30 中間就是每格兩個來挑的 那個Interval 即是說,試完5的Moving Period 就會試到7 然後試到9 11 13 直至到30 那麼 不到30 因為你現在的單數 不到30 最多是29 你也可以Optimize 其他Variable 但是我這裡為了示範比較快一點點 好,純粹一項 另外,Optimization這一頁 其實也有其他東西是可以讓你設定的 你也可以不設定的 那麼它這裡的Limitation 意思就是 其實我們剛才這裡 由5次到30 有這麼多次的Bat-Test 那麼在這裡你可以做些篩選的 就是譬如 當Bat-Test的Balance 如果Bat-Test跌至低於200 的時候 那Bat-Test就會停了 就會做另一個Bat-Test 那又自然 會節省一點時間 反正可能設定 對你來說也沒有用 因為 你由最初 我Initial Deposit 3皮 3萬元 跌至只有200元 那麼很明顯 這個策略是有問題的 那麼 你也可以選擇其他 然後 如果 一旦超過了70 那 就馬上跳過Bat-Test 那麼 我這裡什麼都不跳過 按 OK 然後 我其實 年份也純粹是 2019年 做一個月 就是1月1號 開始到2月17號 那 記住這裡 就要 Tick Optimization 即是告訴MT4 知道 你現在做 Optimization 同樣再對一次 這裡你都會打個 Tick 代表是這一項 會做 Optimization 那我們 事不宜遲 開始吧 那 Optimization 當然 你做這麼多 不同的 Bat-Test 需要的時間 相對來說 都會高很多 那當然我現在試一下 那 Depends on你 究竟是 測試 那個年份是多久 那 亦都是 包括 測試 你的Input 裡面有幾多種變數 那 現在做完了 很快就做完了 那 我可以看一下 Optimization Result 那裏 那 它出了些result 那 它排 就是排 Profit 可以 排一下 Profit 也好 Drawdown 也好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 Profit 其實 原來 賺得最多的 都是負數 $271 那 就是說 我們整個 MA線的策略 可以說是 不成功的 因為它最賺錢 其實都是在輸錢 那 另外有些 Total Trace Total Trace 其實 某程度上 你要看你的策略 準不準 有沒有盈利 你可不可以說是正確的話 其實也要看Total Trace 因為這個Total Trace 你理論上 你Trade得越多 而你又贏的話 這樣代表 你一個測試是一個代表性 譬如我假設 如果反過來 Total Trace 只有1 其實 換句話來說 其實是不是 就是 那一個Total Trace 贏就贏 輸就輸 你看不到真正 你的策略 究竟 勝率 有多高 另外還有其他一些 就是Jawdown 曾經 輸過多少錢 出現過 Equity 是多低 下一頁 其實用Graph方式 告訴你 哪一個Profit 是最高的 那你只要一邊做 由5 應該由5開始 5做到30 那其實中間這個 最高的 那我Double Kick 就是這個 其實我只要 因為 自動性 可能是某程度上 簡化了一些 Bad Test 所以 如果 你要再重新測試 你選定了這個策略 選定了這個設定 你要再重新測試 再重新測試 再重新測試 其實它就等於 將設定 放進去 這個價值 23 然後 這樣就可以了 它也幫你取消了 Optimization 然後你再做一次 Bad Test 我們看看真正 究竟這個策略 是否跟 Optimization 出來的結果是一樣的 因為理論上 單獨 Bad Test 是比較準確的 應該 做完了 看結果 看 Graph 真的跌 看 報告 真的負二百七十幾 也有DD 這些數 大致上 Optimization 就是這樣 或者將來 有機會再教大家 如何使用 一些進階的 Optimization 如何找出最佳的 設定